首先先謝謝各位的關心 被指控姓騷 黑人陳建州 對大牙提告加重誹謗 神隱五十天 十六號首度已告訴人身分 出庭映訓 本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我覺得未來有機會 再跟大家說明 也跟大家報告 接下來呢 還是持續會用法律 來捍衛自己的清白 映訓四十分鐘 黑人只簡短回應 對於提問沒有多說明 但上保姆車前 不只一舉功 還比讚秀出招牌動作 黑人這回現身說明 一身西裝輸油頭 剛抵達時 下車還不忘 對著鏡子打理自己 很重視形象 什麼五十天 有沒有什麼想說的 先讓我報到 先讓我報到 捲入信騷風波的黑人 相繼被大牙跟國遠員爆料 但黑人一開始 對大牙提名是求賞一千萬 並要求公開道歉 結果突然撤告 反告刑事加重誹謗 還悄悄換了律師 對此大牙透過經紀人低調表示 目前沒有收到任何出庭通知 對於司法一事無法回應 檢方展開調查 也將當庭詢問大牙是否提告 持續蒐集證據 釐清真相 陳旭的莫皇家SN小組 台北暢報道